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流媒体最强大的魄力与自信舞台 这意味着未来全开脉的省级卫视只会越来越多 不会越来越少 江苏卫视排名第二的收视率也佐证了这一点 在此次江苏卫视全开脉演唱之中 作为流行唱法科班生的善依纯依旧保持了一期绝尘的惊艳美感 甚至于远远超出陶哲这类顶级音乐人 相比于林俊杰 邓紫棋也更具有声乐专业性的清晰度美感 而其他歌手也表现出来极为认真的态度 其中薛之谦通过改编串烧的方式 规避演员舒秦峰Gb4的强咬字的做法 从声乐上很不建议 专业度偏低 但是薛之谦的底色依旧是认真对待演出 整体而言 江苏卫视的声乐质量 在专业度上远远高于湖南卫视 以下从声乐角度上表达具体观感 薛之谦演员 通过改编来规避舒秦风格Gb4副歌 不建议 但也认真对待 薛之谦在江苏卫视的演出 是将演员改编为了三首热闹的歌曲 分别是走四方加好 和歌加大花叫 都是比较喜庆的明月风格歌曲 从声乐上讲 存在以下的两个小心思 音乐风格从舒秦改编为明月 唱法差异会导致声乐难度的降低 演员最高音是舒秦风格的Gb4 这个音不高 清明音语 但是薛之谦的CD音色表现是极为细腻的假声 他当下已经很难完成对标CD的音色美感 如此 将音乐风格从舒秦情歌改编为热闹闹的明月之后 强烈的伴奏节奏会转移听众的注意力 薛之谦后半段破音很多 但是不会有人觉得有大问题 原因在于 舒秦歌曲对于唱功要求更高 更细腻 宽广的人生空间会放大破音 离调 音色割裂 声压不足等问题 而热闹的曲风 摇滚 明月因为嘈杂的环境 强烈的色彩 众多的舞伴等大量干扰注意力的信息 会大大降低我们对于声乐细节的苛责度 这就是音乐风格改变导致降低声乐难度的巧妙思维 从这个思维上讲 薛之谦是花了功夫来规避自己的略微倒嗓 音乐性割裂 完全破坏作曲 作词 声乐 音色 音区的统一性 但是看着热闹 这个就是审美层次的问题 因为薛之谦的改编就是用他的词音套上三首曲子 这样做的好处是 只需要给三首歌曲作曲人的版权费 不需要给作词人版权费 而且看着就极为热闹 对于非音乐受众是非常不错的点子 综上 薛之谦依旧是非常优秀的商业歌手 他总是能整出花样来 虽然在专业度上有点进取心不强 但是整体的态度是有认真对待音乐 只是呈现的效果过于集中在他自身的受众 难以完成普遍性的审美拓展 还是建议增强自身的护丧 减少演唱会的次数 听说直播当天他还生病了 健康才是唱功的前提 单依纯的专业时代已经到来 现场唱功已经超越其他顶级歌手 断层性领先 此次将素卫视的全开卖 几乎是单依纯的个人秀 绝大部分职业歌手都难听 但单依纯依旧和CD无差异 虽然存在音准波动 但依旧经验 和同样是属于跌峰唱功的 RB教父陶哲同台演唱 单依纯的歌声直接呈现了一句话 中国声乐教育科班生 开始对于华语商业乐团的唱功 进行降维打击 未来 这种十年如一日的流行童子工人才 会席卷卷华语音乐 压缩唱功混字的生存空间 在全开卖的时代 当下的华语乐团可以确保 现场好听的人真的过于稀少 而单依纯是唯一一个现场唱功下线最高的那一个 即使是相比于韩红 林俊杰 周深 张杰等歌手 单依纯的音色 乐感 风格 音域 情绪的表现力 都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主要集中在 人生的预处理上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对于国内十一所独立音乐学院之中最为注重流行声乐专业的浙江音乐学院而言 他对于国内声乐的教育体系是基于流行市场的变革来完成声乐项的教育 而流行音乐相比于美声 民族 最大的特色就是 高标准的商业性 流行性及时性 这在声乐会格外的集中一个方向 人生在出口之前 必须通过自身的技术预处理 大白话的意思就是 传统的陶哲 周杰伦等老一批巅峰歌手等人 他们的唱功思维是以CD为主 CD和人生的差异性并不会成为他们主攻的方向 而到了善依纯这里 商业环境完全变了 声乐脱离了作曲 作词 音乐制作 独立成为了一个蓬勃大市场 如此我们的教育要培养的流行声乐人才 就成为 以美声 民族的高要求 引领商业的高流行程度 落在善依纯身上就形成如下的化时代声乐进步性 追求极致的腹腔支撑 共鸣气点 人声出现之前 必须在腔体之内完成一次自然混声 也就是哼出来 声线的流淌性美感不能有丝毫的断档 这个基本功的支撑 共鸣标准对标美声 民族唱法的高标准 追求极致的流行音色美感 音色华丽度 美声唱法审美是共鸣以及咬字 民族唱法审美是高音以及文化 而流行唱法审美很简单 个性化 什么是个性 极致的音色美感就是个性和自由 完美多变的律动节奏切分 以及苛刻的音准 流行唱法到底会教什么 可能会认为是教学怎么唱歌的具体技术 但实际上完全不是 唱歌的具体技术是教不了 那属于培训机构的指导性原则 大学音乐学院教育流行声乐的核心 会放在 音准 调试 节奏 切分 音乐风格 强弱对比色彩 声带闭合 音乐时等基础盘 音乐的复杂性就在这 声乐的具体技术完全靠个人 老师只能培养乐感 互嗓的思维 具体更改是属于商业性培训机构的 功力性快速市场 不属于大学教育 那么总结一下 单依纯的眼中唱歌和其他职业歌手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单依纯而言 她的小脑袋瓜子里面是这样的世界 声乐就是声乐 是因为声乐唱得好才有机会去发专辑 发唱片 而不是因为早期罗大佑 李宗盛这类破罗桑以作曲人的身份就要成为歌手 也不是因为有人捧才成为歌手 而是因为唱得好才有人捧 现场的演唱环境永远比音乐学院更好 音乐学院的考核就是一个破麦克风 插在破音箱上 让学生上台唱 没有任何的幻想设备 没有任何的音场场控 所以 单依纯是不存在怯场的 因为她的学习环境永远比商业全开麦的舞台更恶劣 大学教育的环境压力 单依纯在浙江音乐学院的学习会有一种天然的紧张感和描小感 因为善依纯在商业中获得的称赞 在浙江音乐学院之中也仅仅是一句 还不错 有天赋 但是如果不继续努力 那明天就泯然众人 因为音乐学院从来不缺天才 缺得是尽努力又谦卑 还始终保持进步于热血的天才 在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 声乐科班生学生眼中 华语音乐整个乐团职业歌手的唱功不能说不好 只能说差强人意 永远不要低估 每天上学都在试唱烈耳的科班生的挑剔眼光和他们的专业度 简单一句话 从善依纯这里开始 华语乐团的唱功风向 就会朝着极致的专业性前进 但凡没有十年如一日的开嗓 音准 调试 强弱 节奏 音乐风格训练 管你是什么天王天后 现场水准都靠边站 综上 江苏卫视的全开卖舞台 极大程度地开始从底层思维上改变华语乐团的现状 唱功不佳的歌手 开始在编曲 音乐风格上做功课 声乐教育的科班生 开始在全开卖的舞台上 碾压商业歌手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5 nom 你 assumptions 信职 听 对 Let's go 我 人